我們上台講一堆 聽了半天你說 你到底是在講什麼 華麗一堆 但是沒有重點 就不知道什麼叫簽約 所以約也是連以重點 為什麼叫連以重點 我剛剛講 你東西要用的關鍵點都要用 所謂的起源就是在你的關鍵點上用的去玩 你要用的工具都有 一個都不能少 所以東西要少 但是要能夠功能持續 那麼在上面呢 就反過來 曲解 又要弄了一大堆 又要弄了一大糊塗 大家都搞清楚你在幹嘛 有錢有事 越大了以後 就是喜歡看華 漂亮 我們現在就處於一個華麗 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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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華麗 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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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在華麗 那麼漂亮 藝術化的時候 你不要忘了 劍是它的根本 命中有的 每個東西都好 漂亮 黑油 美了 你知道嗎 鋼的射 鋼就是要鋼這麼多 要硬態度強硬 腳要踏實 塞或射 就是要死戰 台語叫做戰 一個東西你要鋼 你要一敲 所以要有實力 所以位下就要針尖 老闆叫你去鋼 你連那個心都沒有 反彈都沒有 對不對 剛剛第一個就是要針尖 心要退 手段要退 所以建議著他 你要知道我們要做這件事情在現在的生活 合不合意 我可以立馬 合不合意 如果實在上位的人 你就要你整個來考慮 理則有據 法輩的事 太長了 時間到了 強而已 勇敢 堅強勇敢 所以在位下的人要勇猛 一旦要用牆 人跟人之間關係 系統跟系統之間關係 在競爭 要用牆的時候 軍隊就會流行 位下就要勇猛 你不勇猛 你不會有事工的 所以位下要有你 唯一一直用 那時候只能夠下一個 就是你 鍛鍊的牆 平常夠訓練 各種東西都會 你自然就強 位上 那這時候要勇猛 你用牆 你系統跟系統競爭要用牆 你要曉得比什麼牆 你要吃掉 先吃掉 又可以到一定的樣子 其中 唯一見天保重的東西 你如果 知道什麼事 唯一天保 你要用任何牆 要做 所以 強責你 你瞭解這個 組合的內容 你再回來看 平常的系統 你就知道 人跟人之間的活動 因此 你會過 無辜 無辜 人在人的系統 就是我跟你講的 他這個人的價值是什麼 是服務 不是略 是服務 世界從無中生有 天生化的 所以有人說 善生 沒有愛 沒有得 怎麼會有車 所以要感覺 要服務 消極的來講 就是不要激到怨恨 你們可以看看 剛剛那個酒 其實不是 站在底層的 對人 人 愛 意 有 這樣子 其實只有一個 不要激到怨恨 人的生命 不是只有這個 人的生命 還有未來 還有你看不見 你製造怨恨 那個怨恨 就會往後走 你就會 我們下一次 我講這個 好好吃你的經驗 所以剛剛講的 九個字 人的 傳統裡面講的是 通天的 天的 下次我們會講 為今唯一 飲食群眾 你們在那邊看過的文字 我看過的文字 我解釋了 這是千年的一個爭略 重要的關鍵是 所以 要能革悟就是要靜 因此我們今天在講 剛剛的九個就是 當你清醒 當你在世間行者的時候 你就是要讓你自己 開始走向那個怨恨 當你有那個得 你不得罪別人 你不製造怨恨 你的心 就會清靜下來 你心清靜下來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做夢 就不會有多 我可以以愛聽說 你的心 清靜下來 不做噩夢 你的心自然的 你的氣自然的 你的氣自然的 你的氣哪有 你就開始知道 什麼叫做天 因此下一次 你會講什麼叫經 就是中國人牽合性 經驗 經驗 這件事情 從小到大 人緣 愛心 他在中國的歷史當中 曹千年 但是我下一次 會告訴你 什麼叫做經驗 今天我們請教授 謝謝 今天我們謝謝 謝謝張教授 來這邊做了一些 開始 真的很精闢 很難得 今天我們是 在這個 尤其是我們 在中國 這個孔學裡邊 來講 我們這個 大教授看得很多 沒有像您這個 抽絲剖繭的 把它一點點 剖析出來 說 過意量多 今天我們大教授 來的人都有 謝謝張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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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